这个尼古拉特斯拉出生于1856年 塞尔维亚族 塞尔维亚是一个东欧国家呀 是今天的克罗地亚附近出生的 后来才去了美国 她的妈妈其实手就很巧 虽然这个女人没有读过书 但是制作一些手工艺品呀 简单的机械器具呀 都是非常有天赋 而且她记忆力超强 看什么图纸绘画 可以说是过目不忘 这个天赋就很好的遗传给了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也是 什么书啊 只要读过一遍 那就全记住了 记忆力非常惊人呢 又聪明又好学 她父亲是一个牧师 在家里有五个孩子 普通家庭不是特别富有啊 特斯拉15岁左右的时候 在学校看物理学教授 演示这个电学实验的时候 突然就对电学和磁力学 产生了非常强烈和浓厚的兴趣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科学家 都是从小对这些学科的兴趣 就很浓厚了 法拉第啊 牛顿啊 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上学 这物理老师一上课 大家都跟上行似的呢 有挨骂的 睡觉的 还有罚站的 不针对谁啊 论事不论人 这个教的好的老师 真的能左右一个孩子一生 特斯拉不但不是这么痛苦的学习过程 反而非常乐在其中 当他看到教授的电学实验的那一刹那 感觉就好像这种神秘的魔法一样 他觉得这简直是解开宇宙终极答案的钥匙啊 太有意思了 痴迷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的微积分计算公式很多他可以在头脑当中计算 都不用写草稿演算 等于是心算完成微积分啊 这导致于老师还以为他作弊呢 差点没让他毕业 后来知道不是作弊 就纯粹就是他天赋异禀 你说他都有多聪明吧 两年多啊 就完成了四年的学业 很快就毕业了 其实他父亲是想让他长大了之后 也当个牧师 那后来啊 因为他感染了祸乱病 卧床不起将近一年的时间 垂死挣扎之中 他爸为了鼓励他说 儿子你只要坚强能活下来 你想干什么我都答应啊 他说我想是奥地利格拉茨工业大学 他爸说行孩子 到时候你好了 砸锅卖田也让你去 就这么后来他痊愈了 就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大学 开始在格拉茨工业大学 电机工程专业 学习交流电的应用 这里稍待科普一下 交流电之父是法拉第 不是特斯拉 特斯拉是改良了交流电感应电动机 当然这个也超级重要啊 要是没有他的贡献 工业革命都不会发生 那现在大家可能还得用上世纪 那种特别昏暗的直流电灯泡 那特斯拉进入这所大学之后 普通优等生 一年能考过四门就算优等生了 他一口气过了九门啊 是普通优等生的两倍 你可见他学的有多猛 院长还给他爸写信表扬呢 说您儿子就是个大明星 太给您长脸了 这绝对是村里的骄傲 但是后来他不但一点没放松 反而越学越猛 因为他不是为了得到表扬而学习的 就是纯粹喜欢这个 天天从早上三点学到夜里十一点 还从不给自己节假日 可以说是疯了似的学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就是天才他还勤奋 这你受得了吗 所以当时学校的教授也发现 这小子学的有点过于猛了 就开始给他爸写信 一般老师给家长打电话 都是要督促孩子 多努力提醒一下家长 特斯拉的教授写信说什么呢 正相反 跟他爸说 您多劝劝您儿子 别学这么猛了 少学点吧 回头容易把他活活给累死 要是累死过去 能不白学了吗 就到这个程度 有的朋友可能奇怪了 这电磁学哪有这么大吸引力 咱们上学时候学物理化学课 多无聊 一天天的一道道公式 怎么说呢 电磁学确实是一门很神奇的学科 电的产生是很好玩的 所以说遇到一个好老师很重要 他能激发你的兴趣 就这么说吧 我们身边能看到 能摸到的所有的东西 桌椅板凳 衣服 杯子 这些都是有电盒的 包括天上的云彩 全宇宙 所有的物体都有两种电盒 一种正电盒 一种负电盒 那大多数的东西呢 正负电盒相等 就没有电 那只是你把一个光滑的东西 它来回摩擦 是不是就有静电了 比如说金属呀 塑料杯子 是吧 静电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因为它表面本身 均衡的电盒通过摩擦 就失衡了 一边跑到另一边了 这样我们就能感受到电了 只是过了一会儿之后 这个电场就消失了 又回归于平衡了 电场也是一种 我们看不见的立场 这种立场有效利用之后 用处很广了 还有电线如果通电之后 缠绕到铁制品上面 铁就能产生磁场 这个是电磁铁 简单说呀 电能产生磁 磁也能产生电 所以电力学和磁力学 往往是一起学的 而且如果把一个普通的磁铁的四周围 环绕导电的线圈 让磁铁转起来 就能产生大量的电流来供电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的电场里面 都有磁铁 利用磁铁才能发电 包括火电场 也是利用蒸汽 让磁线圈里面的磁铁转起来 才能产生电 当然实际制造电力的设备更复杂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没有人发明电 我们人类只是通过某种方法 发现了电 然后慢慢的改良了设备而已 这富含铁元素的石头 被闪电批中 或者给它用高压电通电 就可以让它变成磁铁 当然地球也是个大磁铁 至于说地球的磁性是怎么产生的呢 有人说是岩浆 也有人说是一道闪电 批中了地球所富含的铁元素 那得多大的一道闪电 确实这东西你就怕身着吗 越想越觉得神奇 特斯拉也觉得这东西 简直像魔法一样 我们人类总相信能看得见的东西 但是磁场和电场又看不见 也摸不着 还能利用它产生很多奇妙的能量 那我们地球上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看不到的立场 那肯定还有啊 暗物质暗能量 现在不是也没怎么有效发现吗 有一个好教授 当然比光看书本死尽被好玩了 所以特斯拉爱学习就是因为这个 但是他性格也非常善于探索 我们还是继续讲他 离开学校之后呢 他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根本没有停下来 而且据他身边的人说 这哥们看什么书我就跟照相机照下来似的 看过就记得 而且整本书都丝毫不差 也可能是用力过猛 所以他经常被病痛折磨 眼前不断出现各种闪烁的奇怪的灯光和幻觉 这个阶段他就能回忆起来 人生当中所经历的种种的各种片段 还有学过的所有的知识的细节 甚至很多奇妙的灵感都是在幻觉当中出现的 以至于他后来发明了上千种专利 当然后来被一些无良的律师巧取豪夺走了很多 什么交流电动机 等离子灯 异步电动机 邪阵感应偶合 特斯拉线圈 无线供电 无线电控制的鱼雷 无线输电塔 还有太多说不完的东西都是他发明的 1881年25岁的特斯拉是在一个电报公司打工 当会图员 当时他已经可以改进电报局的设备了 而且还完善了当时电话当中的中继器和放大器 但这些他都没有申请专利啊 因为申请和维持专利都是需要钱的 一般穷人搞不起 这1882年 他就辗转来到了美国 在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工厂打工 主要的工作就是维修直流发电机 都是在机械车间里面做一些体力劳动 其实这个时候 他已经自己研究出来了感应马达和旋转磁场设备的雏形了 他就发现啊 这么玩命的给爱迪生干 这一晃都半年过去了 奖金也不按时发 工资想从每周18美元 涨到25美元都不同意 不得不说呀 爱迪生也是够抠门的呀 我这么给你卖体力 啥时候是个头啊 而且爱迪生还一点都不重视他的发明 老挖苦他 说他发明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用 这一度让他非常怀疑自己啊 特斯拉也问自己 难道我学这么多年只是一个笑话 爱迪生就说了 你平时都在研究啥呀 特斯拉说 一部电动机 这个可以稳定的使用交流电 爱迪生就很狂妄的说呀 你别扯了 交流电电压那么大 不可能稳定 绝对不可能 你要是能研究成了 我给你5万美元 我爱迪生的爱字倒着些 特斯拉当时信以为真了 说啥 5万美元 你可说好了 一言为定骗人是小狗啊 我们要知道 5万美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呀 等于现在的150多万美元呀 这绝对值得好好奋斗一番呀 爱迪生看他当真了 就笑了 说哥们 你可别折腾了 逗你玩呢 你以为我真给你那么多钱呀 你就是个打工的 对 就是拿他取乐而已 给特斯拉气得够歉啊 过去心里说 你当小狗 你也要骗我呀 小狗你也不是个好小狗 你这个串串狗 当然也没敢说出来呀 爱迪生狂妄的说 那怎么了 未来人类只能踏踏实实 用我的直流电动机 这特斯拉心想啊 我是一个外国移民 也就比难民强一点 外来务工人员 没资本也没背景 当然是任您宰割了 您怎么说就怎么有理嘛 那无奈自己空有技术 没有人赏识 爱迪生人家家大业大 下厨企业的车间里面 几百上千个工人 大老板呀 怎么会拿我当回事呢 一看这样算了 特斯拉索性不干了 我不伺候你了 爱谁谁吧 这段岁月 真的挺让他感到痛苦的 他离开了爱迪生的公司之后 又遇上了两个奸诈的投资人 罗伯特莱恩和本静明维尔 声称特别看好 特斯拉关于交流电 发电机的创意 说给他投资 虽然以他名义投资 但是特斯拉 还是在做一些体力活 搬东西呀 天天在工厂车间里面 就跟使唤用人似的 他就琢磨 我这怎么刚脱离了爱迪生的剥削 又跑你们这卖体力来了 什么情况啊 投资人就说了 我们也没钱 你想赚钱就卖掉你的专利嘛 那没办法 为了生存 将是他也需要钱 有了钱才能买设备进一步研究啊 他就把未来价值极高的一套产品的专利 交流电发电机的专利 给兑换成廉价的股票了 又被坑了一把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他后来还是有转机的 这里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 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区别 你看我们的电池 一个正极一个负极是吧 正电荷都从正极出来 沿着导线流入到灯泡里面 再从另一端的导线继续出来 流入到负极 这是一个循环啊 这样灯泡才能亮 这个是爱迪生的做法 叫直流电 我们所有的电池啊 充电宝啊 电瓶车电池也都是直流电 这1890年前后 美国的家家户户刚用上电灯泡 直流电就有个特点 它部线是有距离限制的 不能太长 否则损耗就太大了 成本太高 人口密集的街道城市里面 你是可以这么弄啊 星罗旗布铺满了电缆都行 早年间是吧 街道里面都是电线 那没问题 但是很多工厂并不在城市里 你不能拉好几公里的电线 人家损耗得多大 这么传说到几公里外 也不剩什么了 什么都点不亮 况且城市里也需要更高的电压 来提供电量 比如说路灯之类的公共设施啊 这些东西的电力供应 直流电的瓶颈就体现出来了 可是地区要发展 你这个供电瓶颈不突破 工业化就很难实现 特斯拉认为只有交流电的高电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时候 它的转机就来了 这个贵人出现了 叫做威斯汀豪斯 他也是个发明家 自己的公司 西屋电力公司主要研究的项目就是交流电应用 这跟特斯拉的理念一致 一拍即合呀 特斯拉就受到了这个大老板的器重 这里再解释一下交流电 那虽然交流电的电能能产生更高的电压 输电过程的损耗也更小 但这在当时还非常不稳定 威斯汀豪斯请来特斯拉 是因为特斯拉有一部电动机的专利 特斯拉的研究能让交流电更加稳定的应用 他非常看重特斯拉的研究啊 觉得这个一定是人类未来的方向 当然关于电力传输方面 特斯拉也是日夜不停的在研究啊 只是当时都是起步的阶段 还没有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稳定 不过即便如此 威斯汀豪斯也相当器重特斯拉 直接开价6万美元 现金啊聘用特斯拉 没上岗直接打到账户里了 这等于说现在的180万美元啊 而且以2000美元每月 折合现在57000美元每月的工资 待遇水平聘用了特斯拉 两个人又是上下级 又像是朋友 特斯拉终于扬眉吐气 终于有钱了 总算可以开始研究自己喜欢的项目了 但是过了没多久啊 刚好感到美国金融市场动荡 非常剧烈 各大电力公司都在争夺市场 市场就那么大 谁活下来 另一个就得死 艾迪生更不会等到他们改良产品 也不管自己的做法是不是逆潮流而行啊 反正就是抓住了特斯拉交流店的不稳定性的这个小辫子 抓住这个把柄 到处去游说 演说做演示 收购了大量的小猫小狗 用交流店的高电压去电死他们 甚至还发明了电椅去电死那些准备执行死刑的人 那最后据说还电死了一匹马和一头大象 他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证明交流店危险不能应用 可以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给特斯拉他们下半使坏 这次供电市场的大规模争夺战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电力大战 民众一看就一边倒的支持艾迪生啊 那毕竟艾迪生当时影响力太大了 都信他的 直接造成了特斯拉的老板威斯汀豪斯 一夜之间几乎破产 所有的订单都没了 那虽然艾迪生赢了 但是这种胜利只维持了一段时间 人们通过慢慢的探索 才幡然醒悟特斯拉才是对的 历史证明特斯拉他们的高压交流店才更有效 艾迪生的研究 后来慢慢的逐渐被淘汰了 交流店才促成了工业革命 艾迪生的直流店是做不到远距离供电和书店的 这里就不得不说 艾迪生这个人啊 好歹老百姓尊称您一生大发明家 也承认您对全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 您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随便诋毁别的无辜科学家呢 这就叫做晚节不保啊 网受人民爱戴 对得起父老乡亲吗 这也是艾迪生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污点 电力大战之后呢 威斯汀豪斯几乎是身无分文了 特斯拉这个时候站出来了 为了感谢当年的知遇之恩 卖掉了自己的一些专利 自掏腰包 缓解了恩人的经济危机 特斯拉可以说是有情有义啊 够哥们 只是时代亏欠了他 后来他改良了一部电动机 和稳定的高压交流电传输系统之后 直接促成了工业革命 靠艾迪生那套肯定是不行嘛 当然这是之后的事了 同时他还研究了粒子辐射宇宙射线方程 还有一套无线电照明系统 在舞台的对面用无线电的方式 点亮了一盏灯 这在当时看来几乎跟魔法一样啊 这都是跨时代的发明啊 他在无线电领域也是高手 在1889年的时候一次博览会上面 他就展示了自己研究的无线遥控船 要知道真正的无线遥控军用设备 是在1960年之后才慢慢出现的 还有1893年他用特斯拉线圈制造出了百万伏特的高压低电流的交流电 目标就是将来更安全更稳定的用来传输电力 我们要知道在去年2020年 我们才开始用无线输电设备给手机充电 还是只能非常近的距离不能太远 特斯拉1893年就做到了 如果说他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干扰和迫害 我们恐怕现在已经可以在星球和星球之间传输电力了 可惜时光不能倒流啊 因为在1893年特斯拉大胆的预言说 多年之后我的设备可以让人类在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获取能源 相信这个豪言壮语未来一定能够实现 只是他这一生啊 专利被偷走了上百个 恶性竞争还接连不断的在遭遇 这导致于他很多跨时代的发明都难以面向大众 直到他晚年的时候还研究出来了 比如无叶片涡轮啊 人造闪电等等很新奇的发明 各种大家看不太懂的研究 那可惜他晚年债务缠身很多专利 都是他死后大家才意识到啊 这是他的专利 然后才重新冠名给了他 相信将来星球和星球之间的电力能源传输啊 才能让人类进一步的在太空当中发展 这是特斯拉的愿望 也是我们人类的方向 好 这次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